西方史学史 维克的思想是矛盾的 维克一方面试图设计出一个没有神干预的历史系统 因而他提出世界的确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著名论断 但另一方面又认为神是知道历史走向一定目标的动力 他没有 也不可能真正的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外规律 这是维克的历史局限性 18世纪西方理性主义赞同志地位 维克的思想是很难为人们所接受的 他的名字和他的那个时代显为人质 他的新科学一书当时成了一部很少人理解的奇书 18世纪注重研究维克思想的是德国学者赫尔德 直到1835年 他的新科学由法国施加译成法文及名声 即在全欧洲传播 如同天空中发现了一颗明星 突然放出意义光辉 产生了 直接放出意义了 一句话 维克思想 english 好